只要你答应加入并且赢了比赛 我给你一张我珍藏的裸照 怎么样啊 你是不是在担心大家技术有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 大家都是有个性的人 刚凑在一起难免需要磨合嘛 时间长了就好了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还剩不到一个月了 还差一个人没有找到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送上门了一个 小人好 这鞋带怎么老开啊 真是 真是 我靠又是你啊 从每次我在享受的时候 你都非得捣乱啊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追着我的个人追起来 请你尊重我 行不行 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球队 我 加入你的球队 没谈 臭牛王 你说谁臭牛王呢 说你呢 你怎么说话这么恶毒呢小姑娘 我可是玻璃型很容易碎的 只要你加入 什么条件就可以谈 我火花虽然是好色被全校人所布施 但是我有原则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呢 这有背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 你到底加入不加入啊 你不加入我叫菲李了啊 别别别别 千万别别叫太小声 我怕他们听不见 你 哎 你想想 今天穿着几十衣的女孩 往这跑过来 那场多壮观啊 是不是 可是我的球队 真的需要一个经过专业训练 又技术过硬的灵魂人物 哦 是吗 找别人去 走啊 只要你加入 我让你当队长 他当队长 好 可以 但是 我与条件 必须得答应 你说 我要看他裸照 怎么啊 不行啊 算了 好啊 我答应你 只要你答应加入 并且赢了比赛 我给你一张我珍藏的裸照 怎么样啊 真的啊 不 不可想上啊 行 我答应 我一定 带来你们答应 答应比赛 行不行 还说什么传统美德 哎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嘛 那明天一早训练 你可不要迟到了 不迟到 肯定不迟到 走啊 愣愣